今天很開心來到這個分享會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還沒有聚過來趕快聚過來 因為大家都說老謝你好好笑 所以我的應該不會太差了 這些年我到底經歷了什麼 很多人都說我這幾年啊 到底都做了什麼工作 還有人說什麼老謝你這個開掛人生 為什麼什麼都懂一點 我跟大家介紹我以前的工作 我當過保鏢 做過黑衣人 這我搭檔啦 拯救過世界 其實這都是胡說八道的 好來 這是我高中的時候 大家猜一下哪一個是我 哪一個 長得像金城武那個是不是 對啦就那個是我 這我高中的學生證 我找出來我中間改過名 對啊這以前這是我以前 對啊 這樣子應該算顏值擔當 我以前 以前我是其實是一個棒球的運動員 這是我以前打棒球時候的照片 證明一下我以前是瘦的啦好不好 很多人都說你怎麼胖成這樣子 就以前是瘦的 對啊 我人生中應該都離不開女生 對對對 但這不是前女友 這是我們以前的啦啦隊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我妹這我妹這我妹 大家不要誤會 我沒有練同屁 這是我妹 大家不要開玩笑 這個是我以前還唱過那個 在大學的時候還唱過那個什麼 西餐廳啦 這是我以前去幫人家那個忙的募款 也把它故意戴個墨鏡 去幫人家唱的 這是我在澳洲念書的時候 有時候 那個視頻裡面會露一下英文 就是我在澳洲念過書 對啊 雖然只念了一下就被退學了 這是我以前比賽摩托車 很多人都說老謝你為什麼那麼喜歡摩托車 看這個 上一張啦上一張啦 你這麼快我都還沒講 你現在在趕時間是不是 趕火車是不是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配色是誰 謝謝你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感謝支持 感謝支持 然後這個就是最近去了美國做哈雷的這個活動 所以我一直都是一個很忠實的摩托車粉絲 那什麼時候開始正式進入汽車媒體 其實我大肆的時候去應徵實習生 然後就出現這個 應該大家在視頻裡面看過 我一個月之後就當主編了 為什麼因為全部人都跳槽了 就剩下我一個 那時候我就找了我一個同學 他姓軟 但本名我就忘記 我直接問他叫軟趴趴 跟他兩個就做了這本雜誌 然後把以前這些前輩做的一些有趣的內容 然後加上這種很有趣的人型有沒有 欸這是我耶 有沒有看差多少 高中到大學 你看我人生經歷了多大的轉折 這個是後來07年到大陸這邊在倒報的時候 這個架控網 這個時候是你看一樣當編輯你看差多少 照片拍起來差不太多 然後後來又 其實我後來又離開了雜誌 然後去做了外商公司的經理人 然後後來因為我可能家裡一些問題 我就回台灣去了 那我回台灣之後就開始協助一些傳統產業做轉型 因為我一直其實早期 除了做達製之外 我一直做一些營銷的工作 所以我就開始做喇叭 這是我做喇叭時候的照片 然後整理那個工廠 你看不要看這一箱 這一箱40公斤 我總共搬了8噸 我一個人 在整理那個喇叭工廠 對吧 對不對 等於大家不要問 等一下會看到更誇張的照片 然後跟大家宣傳一下 真的我覺得無常獻血這件事啊 其實真的是立人立己的一件工作 我回台灣之後其實就是一直 我一直跟大家宣傳我的理念嘛 就是我一直希望 每個人因為我而過得更好 所以就是我一直希望說 把這種公益的這種想法傳達給大家好不好 大家盡量去無常獻血 你看我獻那麼多 我獻了100多次 除了胖之外沒什麼缺點啊 我還跟朋友開了一個小吃店 所以大家看我在那個飲 那個視頻裡面 為什麼會常去吃一些美食什麼 其實我自己也喜歡這種東西 所以我還蠻會做飯的啦 好不好 下次選一個VIP 我親自做飯給他吃 傳說中的前女友 其實 其實我在跟大家講 我五年前還是當模特 這是我模特 這是普拉達不是胖達 大家看清楚耶 不是普拉達不是胖達 沒有因為當時我一個前女友是當模特 她知道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當模特 後來她說要不然你再鍛鍊一下 你也可以回來當模特 所以四五年前我還 繼續當過一段時間模特了啦 跟我走保證不讓你睡 有沒有大家覺得怪怪啊 這我朋友給我瞎批的啦 就開玩笑了 他給我瞎批 他拿我以前的照片 在那邊給我瞎批 我的朋友都很有趣 其實剛剛大家一開始看到我 那幾個都是我朋友幫我批的 很糟以前 就是在台灣的時候 他們就喜歡惡高 所以我就是養成我一個 也是個很有幽默個性的人 好來說一下我的車吧 這個就不用講啦 薩伯大家都很清楚啦 對不對 他除了容易壞之外 沒什麼缺點的 就是這台 我常說每一個車評人的養成 一定跟他曾經運用過車 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 其實我對於三缸車 我總不排斥 因為我人生第一台車 就是成龍代言的這個多力800 其他就是三缸車 那我自己個人 所以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對MVH不是很在乎 可能就是因為他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的保時捷 964 為什麼說每個男人要一台911 就是因為我收了一台964 本來要整理 我今年端午節把它處理掉 這不過這張圖是我往上抓的 大概比這個還破 對 因為那個我後來把它處理掉 所以我說每個男人 都要來台911 我希望我未來大陸 也可以買台911 回來翻新 到時候叫給破爛網去處理 再來 來大家的車言論啊 其實我一開始還真不是做 汽車的 我第一次跟大家的車 是做一個兩性話題 在APP上面 那時候做了一個 好像是16年 17年他們找我做了一個兩性話題 所以他就做這個 挺有趣的 這個大家應該很熟了吧 抖鳴音上爆紅的段子 我要感謝我上海的前女友 因為他每天比我買房子 沒曉得長得十倍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今年又紅起來了 講到這裡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可怕 其實我現在自己看到這張照片 我才覺得很可怕 我那時候怎麼可以胖成那個樣子 真的 那時候他們子君跟那個阿進 到台灣來拍完我 放這視頻給我看的時候 我當場臉都綠耶 我說哇誰怎麼自己胖成這樣 開始立志減肥好不好 這是我最胖跟最瘦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說 老謝什麼你開掛人生 但是老實講 有時候人 真的是 其實我比你想像的更努力啊 你可以累積這麼多知識 事實上可能大家在睡覺的時候 我是一直在看書 我一直在努力啊 我這個時候最胖的時候 應該130公斤 我說最瘦的時候大概 85公斤吧 你看這個差多少 所以每天其實都在健身鍛鍊 當然後來又胖起來 沒辦法 我胖胖瘦了 我到底想帶給大家什麼 這個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也不用再多講什麼 很美的是吧 好啦那就謝謝大家 我希望明年 還可以看到大家 好不好 就再做一些比較力高度 譬如說像價值觀啊 或者是 其他大風車比較有趣的節目 今年可能都是以郵寄類為主 那希望明年 大家繼續支持 繼續支持可不可以啊 可以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謝謝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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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老師 大家記得點讚 投幣加收藏喔 我們做一些 招待 manip托